1984 第九段 溫斯頓在勝利廣場繞了幾個圈 過了鐘都還沒見過女生 她又擔心,又胡思亂想 女生是不是變了心呢? 直到看到女生在紀念碑下面看宣傳海報 這時候,在遠處傳來車響和圈蛙 那些人整群衝過去看熱鬧 原來是看戰夫被押運經過 那女生和溫斯頓乘機跑去人群當中 在人海和車聲拆天之間 那女生就問她 你聽不聽到我說話? 聽到 接著那女生再問 你星期日可不可以出來? 溫斯頓說可以 接著那女生就跟她說 你小心記住 你聽著 你去柏亭頓火車站 在鐵路那邊沿著一條路走半小時 轉左 接著見到大路再走兩公里 接著就會見到小路 你見到田基再走過去就有一個草地 那裡會有一條小路 你是否全部都記得 溫斯頓回答 溫斯頓回答 是呀,記得 好 那女生再說 然後你轉左 再轉右 再轉左 你就會見到閘了 然後溫斯頓就問她 什麼時間 那女生就回答 15點 你記不記得 溫斯頓回答 溫斯頓回答 記得 然後那女生就叫她快點離開 不過 人群太多了 好逼呀 根本就離開不了 他們兩個一分手沒多久 又被人群擠到中間 那女生就垂下手 被溫斯頓握著她 溫斯頓很開心 握了10秒鐘 到她分手的時候 溫斯頓突然之間記起 對呀,她還未知道那女生的眼的顏色 但是如果現在轉身看就太蠢了 很無奈這樣 一直走 直到分開